大家好,我们晚上的时间 或者说美国明天早上的时间 OpenDoor会召开今年的股东大会 所以我们就提前看一下它股东大会的决议完案 尤其是看一下新的管理层的股票薪酬的安排 我们之前就讲过一般公司的这种股东大会 除非有股东有新的提案 要不然的话基本的意向就是三个 第一个就是肯定会选举董事会的成员 多数情况下会是连任 第二个就是重新确认他今年的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通常也不会有什么悬念 第三个就是他们会宣布对管理层的薪酬安排 这个不需要批准 但是股东支持与否或者支持的力度多少 会对未来的股票的安排会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前两项基本上会被通过 因此我们就不考虑了 我们主要的是看第三项 就是他管理层的股票薪酬安排 这是在这个文件的第32页 他在这里面列示出了六位管理层 这是比较多的 原因是过去一年 OpenDAO的管理层有了剧烈的变化 后面这三位都是原先是高层 但现在要么被辞退 要么被退居而现的 包括他们的创始人Eric 在讲具体的数字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把概念诚信一下 我们之前讲说公司给管理层 或者一般的员工发股票 多数情况下都是有条件的受限制股票 所以叫RSU 但在OpenDAO这里面 他们又把这种受限制的股票 又分了两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前面加了一个T 就是Time 时间 第二个前面加了一个P 就是指的Performance 绩效 第一种这个代替的周限制股票 是指的说你只有服务满了一定的年限 这些股票才会到期 才会真正变成你的 如果提前离职 这个就没有了 那前面这个代P的就更严格 也更少见 它指的是说 你未来的股价必须要到达一个比现在高很多的一个水平 现在给你的这些股票才会真正变成你的 如果股价最终没有达到这个区间 那受益你的这些股票其实一文不值 因此管理层同意自己拿到什么样的PISU 也就意味着它同意了未来几年 公司的股价有可能到达什么目标 我们如果看后面的具体数字 在OpenDAO的管理层 它未来三四年给的目标的价格 都是最低的是20美金 最高是60美金 也就是说这些高层其实在公司授予股票的时候都非常有信心 公司的股价在三四年之内最低可以达到20块 最高是有可能达到60块的 要不然的话这些股票授予对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不管是按照服务期限还是要达到这种比较高股价才能拿到的股票授予 如果是提前离职多数情况下 你就丧失了继承这些股票授予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位高管 第一个就是之前的CEO Eric 他由于从CEO的位置退下来 不管是2021年授予他的按照服务期限的那些股票授予 TISU还是在2020年给他的一大笔按照股价达到的目标 给的股票授予PISU 76%全都被作废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数目 影响的金额可能在几亿美金 随着原先CEO的下台 之前的CFOCary被提升成CEO 所以他们在今年1月份做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股权的变动 就是给新的CEO授予了1500万股新的股票 这些股票是TISU 就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他就可以逐渐获得在四年之中 因为董事会是大概按照整个四年2500万美金的这种新手安排 给新的CEO安排的这些股票 当然给这个股票的时候 Open道的价格非常低 只有1块6毛5 现在股价已经上涨了一倍 随着股价继续上涨 只是2500万的股票新求方案 可能最终的价值会超过几个亿 如果这个实现 那对于股东来讲也是好消息 因此一般的股东不会有问题 由于把Cary从CFO提成了CEO 因此公司必须在临时找一个新的CFO来代替他 这个新的CFO除了之前拿到过几万股股票之外 在去年的年底又新拿到了25万股Open道的股票 去年的人事变动除了Eric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高管也被撤职或是自己离职 其中有一位就是这个首席投资官 Open道为了吸引他加入自己的公司 在他上任的时候给了他380万美金的入职奖金 其中有一部分是马上可以花的 剩余的在2022年的1月份跟2023年的1月份分别到期 因此这位首席投资官就选择在全额拿到自己所有的奖金之后 在紧接着的2023年的2月份就选择辞职了 还有一位被迫离职的就是之前的总裁Andrew 他之前的薪酬当中工资和奖金并不多 但给的比较多的是股票 其中有按时间的也有按最后的股价的计算的 只要是没有到期的这两种股票全都作废了 我们从这张股票薪酬的总表就可以更具体的看到这些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CEO由于他最大的我们刚才讲的那笔股票期权 是在2023年才给的 因此没有在这里面出现 我们如果看这六位管理层当中 通常来讲他们的薪酬现金部分都是比较少的 奖金部分通常也比较少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位首席投资官 他没有给股票 只是给了这种入职的奖金 而其他的高管比较多的都是股票 Eric之前有几个亿的股票 但是像刚才解释的 这些随着他从CEO的位置上退下来 80%左右都已经全数作废了 Andrew也是一样 他这一亿多的股票也基本上全都作废了 因此他在第二个附著里面就解释 现在看到的这张表 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数字 并不代表真正有这么多 只是当时给的时候认为是理论上存在这么多的价值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有一位新上任的暂时的CFO 得到了180万的股票薪酬 另外一个就是新任的首席法律官 也得到了400多万的股票薪酬 因此总体看下来还是安排比较合理的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 在2022年的年底 哪些OPENDAO的股东持有多少的具体股份 首先最上面这部分 这四家机构是持有比较多的股份 都超过5% 最多是Vanguard 有超过10% 对管理层来讲 新上任的CEO Carrie 在去年年底只有270万股 但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在2023年被授予了1500万股新股 因此加起来就超过了1700万股 占OPENDAO现在流通股的数目是2.6% 已经算不低了 大致可以看出董事会并没把Carrie 看成一个暂时的临时性过渡人物 而是作为正式的CEO来对待的 另外比较多的就是之前的CEO 他的创始人Eric 最近Eric一直在卖股票 他原先持有大概3000万股 现在已经减少到了2100万股 在几周之内把自己的股票卖了接近三分之一 具体可能的情况 我们在会员视频中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上面这个持有2%股份的 其实不是个人 而是一家机构 由于它没有占到5% 所以跟其他的机构分裂在不同的地方 由个人出股来讲 就是原先的CEOEric 跟现在的CEO Carrie 两个人的出股比较多 总体看下来并没有什么怪异的情况 如果他股东大会有什么新的情况 有什么新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跟会员沟通 谢谢大家再见